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耶稣进了耶里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扎凯 他原是税吏长 是个富有的人 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 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 因为他身材短小 于是他往前奔跑 攀上了一棵野桑树 要看看耶稣 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 耶稣来到那地方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扎凯 你快下来 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 他便赶快下来 喜悦地款留耶稣 众人见了都怯怯思议说 他进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 扎凯站起来对主说 主 你看 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 我如果欺骗过谁 我就以四倍赔偿 耶稣对他说 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 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 因为人子来 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众人听这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已临近耶路撒冷 而且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快要出现 所以设了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贵人起身到远方去 为取得了王位再回来 他将自己的十个仆人叫来 交给他们十个米娜 并嘱咐说 你们拿去做生意 直到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一向怀恨他 遂在他后面派代表去说 我们不愿意这人为王统治我们 他得了王位归来以后 便传令将那些领了他钱的仆人 给他召来 想知道每个人做生意赚了多少 第一个前来说 主 你的那个米娜赚了十个米娜 主人给他说 好 善仆 你既然在小事上忠信 你要有权掌管十座城 第二个前来说 主 你的那个米娜赚了五个米娜 主人也给这人说 你也要掌管五座城 另一个前来说 主 看 你那个米娜 我收存在手巾里 我一向害怕你 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 你没有存放的 也要提取 没有下种的 也要收割 主人向他说 恶仆 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 你不是知道 我是个严厉的人 没有存放的 也要提取 没有下种的 也要收割的吗 为什么你不把我的钱存于钱庄 带我回来时 我可以连本带笠取出来 主人便向势力左右的人说 你们把他那个米娜夺过来 给那有十个的 他们向他说 主 他也有十个米娜了 我告诉你们 凡是有的 还要给他 那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从他夺去 至于那些敌对我 不愿意我做他们君王的人 你们把他们压到这里 在我面前杀掉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领头前行 上耶路撒冷去了 极致临近贝特法格和伯达尼 在一座名叫橄榄山那里 耶稣派遣两个门徒说 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 一进村 就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居 从来没有人骑过 把他解开 牵来 如果有人问你们说 你们为什么解他 你们要这样说 主要用它 被派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对他们说过的一样 他们正在解驴居的时候 驴居的主人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解着驴居 他们说 主要用它 他们遂把驴居迁到耶稣跟前 把他们的外衣搭在驴居上 扶耶稣旗上 前行的时候 人们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 当他临近橄榄山的下坡时 众门徒为了所见过的一切奇能 都欢欣地大声颂扬天主说 引上主之名而来的君王 应受赞颂 和平在天上 光荣与扬天 人群中 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师父 择斥你的门徒吧 耶稣回答说 我告诉你们 这些人若不作声 石头就要喊叫了 耶稣临近的时候 望见京城 便哀哭他说 恨不能在这一天 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 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 的确 日子将临于你 你的仇敌要在你四周筑起壁垒 包围你 四面窘困你 又要荡平你 即在你内的子民 在你内 绝不留一块石头 在另一块石头上 因为你没有认识 眷顾你的时期 耶稣进了店院 开始把买卖人赶出去 对他们说 经上记载 我的店与应是祈祷之所 而你们竟把它做了贼窝 耶稣每天在圣殿内施教 司祭长及经师 并人民的首领设法要除掉它 但是 寻不出什么办法 因为 众百姓都倾心听它 我感觉我感觉我感觉我能给你 再说 我感觉我感觉你 我感觉我的官方 还能让你来 你谈认 我感觉我感觉你 有什么问题 我感觉你 感谢观看